接下来带您关心欧洲议会刚刚通过了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 和异见人士器官的决议 发起和支持这项决议的议员表示 面对活摘器官的罪行 任何人都不能保持沉默 本次决议的起草人之一马克威 是罗马尼亚前司法部部长 他要求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 在这个决议通过后 与中国谈判的时候 将人权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马克威女士希望让欧洲公民都能得知此事 不要去中国移植器官 来自立陶宛的欧洲议会议员 安德利·克尼 也是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支持该决议的议员之一 安德利·克尼表示 希望这个决议能够被中国以正面的方式接受 因为他表达的是 关心中国的欧洲人美好的愿望 新唐人记者李兹·李悦 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